中国盾购机完全是被欧美逼成世界第一的 根据央视报道透露 2023年中国盾购机拿下了全球七成的市场份额 小猫猜到中国盾购机很牛 但是没想到已经强到垄断的地步了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数据才发现 中国盾购机不仅卖得多 而且国产化率已经接近100% 要说盾购机 欧美企业大概率是有苦说不出 因为中国的强大是他们逼出来的 中国没有盾购机时 他们就卖高价 1997年时 中国打算在秦岭修一条隧道 因为工期有限 就像德国的一家企业却够了两台断购机 结果德国企业竟然开出了两台7亿的天价 要知道那可是97年 中国职工平均工资也才6000多元 7亿元相当于70万人一年的收入 堪称天价 本来高价购买也就算了 他们还一直给你脸色看 维护的时候要高价 要是机器坏了 德国工程师维修的时候还会特意拉起紧接线 不让中国人接触 生怕咱偷学了技术 都说甲方是爸爸 结果人家乙方直接当起了大爷 你说这种高傲的态度谁看了会舒服 至少中国的工程师们看了心里就憋着一口气 于是中国企业就成立了联合小组研发炖购机 花了几年时间 我们攻克了其中一款炖购机的技术 然而在中国刚刚突破垄断的时候 欧美炖购机的巨头们坐不住了 他们的产品就是靠垄断才能收割其他国家的韭菜 没有了垄断 那他们还能躺着挣钱吗 于是果断出手打压我们的炖购机企业 2008年左右 原本上亿的炖购机 欧美企业直接砍了一半 现在只要5000万就可以卖给中国 当时很多人高兴啊 觉得是我们打破了人家的技术 逼他们降价 实际上这只是表象 当时国产炖购机的那点产量 根本放不起大了 背后的真相是 欧美巨头主动降价 挤压国产炖购机的市场 只要让中国企业卖不出高价 那前期的高额研发费用 不就收不回来了吗 欧美巨头嘛 就是想用价格熬死中国 然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垄断牟利 每次说起国产炖购机 总有人说 我们为啥不把价格卖得贵一点 实际上早期的时候 不是我们不想卖 而是卑鄙无奈 根本卖不出高价 这个套路他们屡是不爽 以前其他国家碰上欧美巨头这么搞 很快就会亏损倒闭 但是中国却完全不一样 我们炖购机企业 大部分都是国企 或者是国企相关 受到了整个国家的支持 他们就算亏本 也会咬牙坚持 继续突破技术封锁 于是两者就较上进了 我们突破一种炖购机技术 他们就降价打压我们的市场 如此循环 国产炖购机 愣是被他们逼成了性价比之王 把欧美一片祖师爷 直接给打散了 2019年 中国炖购机就占了 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 反观欧美炖购机 不是倒闭了 就是被中国企业给收购了 当初那个高傲的德国企业 也成了我们的子公司 当然了 欧美炖购机行业 对中国打心里是不服气的 他们不仅垄断了核心零部件 而且在高端领域与中国竞争 于是炖购机的战产 就延伸到了更核心的零部件和技术 直到今年 中国实现了百分百国产化 以及垄断七成的市场份额 所以不是我们不卖高价 而是卖不出高价 事实上 我们也不想靠这个谋求暴力 炖购机枉小了说是一件产品 但是广大了说 是国家基建的基石 炖购机卖的太贵 对于整个国家的基建来说 成本就得升高 基建成本升高 就不利于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 中国目前还带着一带一路倡议 跟沿线国家一起搞基建 如果炖购机像西方国家一样卖出天价 甚至和他们一样去收割其他国家的韭菜 那么我们的整个倡议就无法推行 技术应该是普惠造福人类的 而不是谋求暴力的